民国时期知名人物的抗战宣言 你都看过几位 其中少帅张学良略显羞涩 而蔡廷凯将军则霸气十足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镜头 来看看民国时期知名人物的抗战宣言 首先我们看到的便是少帅张学良 说东山省不是中国的一部 东山省数来是中国的一部 在历史上可以考察的 这是1932年少帅在东北发表的抗日演讲 此时的少帅年仅30出头 演讲略显羞涩 时而停顿 但眼神坚定 讲话质地有声 铿锵有力 重申东山省自古就是中国领土 东山省是三千万人民的故乡 可见张学良少帅爱国之心是有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便是1932年松户抗战 蔡廷凯将军的抗日宣言 视频中的蔡廷凯将军一口标准的粤语宣言 为魏国抗战而抵抗 就算是全军战士牺牲 也要抵抗日寇 中华土地 尺地寸草 戒不可泣 这是1933年长城抗战 宋哲元将军的抗日宣言 从沙哑的声音不难听出 宋哲元将军的抗日决心 这是1933年长城抗战 山海关战役 何祝国将军的抗日宣言 视频中的何祝国将军眼神坚定 语言犀利地说道 我们想要生存 就只有拼命抵抗一条路 以上就是知名人物的抗日宣言 或许 在我们中华民族的血脉中 早就种下死战到底的种子 宁为战死鬼 不做亡国奴